水里巷的民生桥先前已经被列为围桥 经过多年的波折 在水里巷公所的争取下 日前终于能够动工重建 并进行封桥的动作 因为我们整月执八日就开始 要来做到这个道路的变境 踢到大陆的整个 所以这个工程一直要到114年的二月 才有办法来完工 网球水艺员表示 由于民生桥年代久远 恐有安全疑虑 预计施工到114年的2月 呼吁民众要小心安全 水里巷的民生桥 已经来逢求 因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都要来给它做我们的 这个球的施舍的保护 因为这条球已经很久了 为了乡亲的安全 在这里秋述呼吁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 这个安全的保护 在这个球的施舍 要到我们的184年的二月 才能来完工 秋述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驶 这个安全 医院程序也强调 民生桥市水里巷重要的交通要道 呼吁民众与游客 要注意相关的管制 所以少许在这里 要注意到我们路过 和来自的观光客 包括我们水里巷的乡民 在我们交通上 如果你要路过 民生路或者民众路 这个路段 要注意到 替代道路的变境 那当然呢 我们的游客 希望你们要来到 路过水里巷的时候 可以在广路上 来注意到民生 叫港町四港的状况 这样呢 才不去 制作出来说 水里市区交通的紛云 那当然 最后要 我们在地的这些民众 我们的乡亲 定格要注意到 自己在交通上的安全 民生桥经过 解禁波折过后 终于能够动工重建 医院们也呼吁民众 应要遵守相关的管制 并注意交通安全 也呼吁相关单位 要做好妥善的交通规划 记者邱秉一 水里采访报道